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海昆仑山以南地区和新疆的同西藏 同西藏青海比林的地区 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 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 也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 可可西里无人区危险的来源 便是它恶劣的天气条件 格兹兰条件 平均海拔高5000米 人在这里三天内发生气管炎 呼吸道感染的概率在80%以上 一旦发生肺水肿 脑水肿 很容易没命的 而且可可西里无人区虽然有一百多个湖泊 但都属于咸水湖 找到淡水非常困难 没有生存条件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这里的地貌情况非常复杂 泥潭 沼泽 沙漠 湿地在无人区里更是应有尽有 车子一不小心就陷下去了 靠一己之力横穿无人区根本不可能 再加上通讯设备无法使用 出了事儿只能靠等几天 曾经一批又一批曾去探路的人在此迷失了方向 再无生还 无人区虽然荒芜人际 自然环境恶劣 但这也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要是保护藏羚羊 野牦牛 藏野驴 藏园林等珍稀野生动物 植物以及栖息环境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